大家好,很多花友,特别是新手花友,比较喜欢蟹爪蓝,但是买回来之后,总是养不活。 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?就是因为你没有做好这个缓描处理。 什么是缓描呢?蟹爪蓝从一个地方买回来,那么它会有一个很大的环境改变。 那么蟹爪蓝它要逐渐适应这个新的环境,在这一个过程就叫做缓描。 那么应该怎么缓描才能让它能够尽快的适应环境,能够恢复生长呢? 首先,如果这个蟹爪蓝有一些枯枝壁叶,那么我们一定要及时的清理掉,避免感染整个蜘蛛。 然后呢,如果你的这个蟹爪蓝盆土比较湿,那么我们最好就是把它脱盆出来,先把它放在一个通风好的地方,让这个盆土尽快的干燥。 如果盆土不干的话呢,我们就不用管。 然后之后呢,我们要给它做一次全面的杀菌工作。 因为呢,每个地区啊,它的这个病菌呢,都是不同的。 你这个环境的改变,再加上了蜘蛛,如果有这个伤口的存在,很容易造成病菌的入侵。 那么怎么杀菌呢?杀菌我们用这个金甲鳄梅林就可以了。 将这个鳄梅林与漆水按照比例对水稀释之后呢,先这个蟹爪蓝进行枕株喷湿。 如果盆土比较干的话呢,我们也可以给它盆土啊,适量的浇上一点这个鳄梅林的这个杀菌水。 但是呢,要注意不能够浇的过多,适量浇一点就可以了。 这样处理之后呢,我们要把这个蟹爪蓝放在一个比较适应它生长的环境。 从开始最好就把它放在一个光线明亮,有散色光的地方,然后呢,养护环境呢,一定要通风透气。 这个风呢,不是大风,而是要有空气的对流。 之后呢,盆土干透了,我们再给它少量的浇水就可以了,这个时候不能够浇过多的水。 这个蟹爪呢,因为呢,是比较喜欢一个高湿度的生长环境,所以我们平时呢,可以多给它页面喷洒水物来增加湿度。 这样有力,它更快的恢复生长。 而且在整个缓苗期间呢,是一定一定一定不能够用肥的,这是非常关键的。 那么等到大概两周以上的时间,它已经度过缓苗期,已经适应新的环境开始恢复生长了。 我们呢,再逐渐恢复正常的养护就可以了。 好了,本期就分享到这里,我们下期见。